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陳文倩 陳老師 段行健段老師以及葉光鵬葉老師 李宗盛zel 蔡文綺 蔡文童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一個在康復路上的人 有一個人已經康復 有一個是很希望各位同學可以越來越瞭解 我們所面臨的大感情 如何定位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有好幾個不同的定位方法 有好幾個不同的角度 我們今天的題目 《我與浮沉之道》 記得以前荷蘭人 剛到臺灣的時候 他們用一個荷蘭語作弗蒙撒 所以我們稱之養福爾摩沙島 假設現在 有另外一群 可能不叫荷蘭人 叫南河人好了 他來到了臺灣 他不會說這裡叫做弗蒙撒 他會用他們的語言說 這裡是浮沉之道 今天在我們現場來問貴賓 一位貴賓是群創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 在新建 那一屆農場呢 他在1990年的時候 台大跟一起畢業 後來去了美國 在史丹福爾 也念了 就是等於是臺灣當時結束 結束最結束 到了史丹福爾去 到了美國二十幾年 研發之後 回來了臺灣 他創設了群創 然後他有群創基金會 然後接著 他登了飛行來 然後最重要的 不是因為飛行來而已 所以他的廠 我剛才特別寫叫他 新竹整個一直到台南 在自己的科學區 然後奔走來奔走去 他看到的 不是南北廠區 他看到的是浮沉之道 第二位 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 非常著名的藝醫師 葉光彭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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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他在我很年輕的心 跨給我 白天到來就笑了 張基是一個很著名的 完全以社會運動 跟心善為主的 非常好的一家醫院 我那個時候很記得 到了張基的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 他們那種刑愛 然後不許把醫學當成 只是一個職業而已的精神 我非常感謝各位同學今天來 然後特別感謝兩位來賓 然後尤其感謝過去 他們在這段時間裡頭 跟我們台下幾位了不起的導演 我們請你們站起來好不好 幾位導演 你看後面幹嘛 對你們啊 奇怪了你們 幾位導演 對不起的 拍我們空 空氣無憲的 還有一個空 我們今天有發言的請問 你們是個取戰請 來 請拜託 介紹您的子弟並穩 請拜託 亞洲大學還有兩位 我們除了這個副成之道 拍這個電影以外 這個電影48分鐘 另外同時呢 台灣有一批民間的導演 也製造費用出來 拍了25部的短片 每一個短片呢 2.5分鐘 講一些台灣問題 亞洲大學有兩位 兩位叫做剛和其林 他們也拍了 來 請你們站起來 謝謝 什麼叫做守護台灣 守護台灣其實 位於十年很熟悉的 嫩性的職業 守護台灣就是讓這裡的山 水跟地 跟空氣 以及這裡的人們 我們即使不能維持富爾摩沙 是一個完全沒有開發的 無人之島 當時那麼美麗 但是我們就沒有權利 把它破壞成一個浮沉之島 那我當時非常很早就聽到 群床在拍這個紀錄片 那時候非常感激他們 那時候沒想到 我會變成一個非心癌的患者 沒有想到的理由 是因為我的醫生一直跟我說 我有罕見的醫系統疾病 所以我離癌的機會太少了 這樣子了 不過我的家族是非心癌的家族 所以我一直都會做三件這樣 那我當然也會跟各位提醒 就是說雖然我的家族是一個非心癌的家族 可是我是我們全家族 雖然我老老還是最早發病的人 所以也就是說非心癌造成的原因 一個是家族遺傳 一個是二手煙 再來就是以前說在家裡頭炒菜 不過那都是指以前的環境 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恐怖 而且他們誘發一個遺傳經營 所以我跟范茵姐兩個人 我們叫師出同門 我們都是同醫生的 我們那位醫生陳經希醫師比我少九歲 他比我少九歲 但我要說實話 他真的看起來比我老 英文他好可憐 他每天早上七月半 開刀開到晚上很累很累 我住在醫院的時候他來看我 他來看我的時候 我看得出來他好時間 剛從我開刀放出來 那我就說我這裡有個Marshall Yogurt 你要不然吃 我念姐我不跟你客氣 我真的太累了 他就一口完全喝下去 他完全沒有吃完飯 然後他最重要的 他開不完 你如果在飛機來以後 總共低於一公分的 零點八公分的 他已經不開了 因為他開不完 他拜託別的醫生開 就是不是很嚴重 然後他最痛苦的就是 每個來找他的人 都已經到第三第四期 所以我們第一個 既是浮沉之島 你們又活在空母世代 第三個我們又是一個 國家衛福部 不重視肺腺癌 早期篩檢的國家 我們有草菅人命的法律 導致很多老百姓 沒有辦法早期的篩檢跟法限 我後來的醫院 不斷地聽他們跟我講 拜託我要去 可不可以改變法律 然後才發現一大堆阻力 因為某些利益的醫師工會 中型醫院 他們做利益遊說 某些立委 然後他們的政治決線 在擋這些事情 衛福部本身在這件事情裡頭 沒有把老百姓的健康 當成最前面 那我今天好好來跟大家說話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了解 如果你們不夠重視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台灣的這個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我想全創基金會會拍這個紀錄片 念醫師會把自己投入這個空屋的運動裡面 幾位紀錄片的導演 幾位紀錄片的參與工作者 對他們來說 他們做的都不是一項工作 是一個救人的實力感的工作 跟醫生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把時間交給他們二位 首先呢 段總長 您是管理大王 我們先讓同事們看 你會解除二點五分鐘 就是希望讓大家很短的時間裡頭 就可以抓到重點 對不對 講老實話 我們拍的電影叫《伏塵之導》 我剛剛講過四十八分鐘 另外那個二點五個 二點五分鐘二十五個電影 其實是他們自動自發來拍的 那我當時呢 那天晚上拍完《遊》在台北 在首映的那邊 我聽到他們講話 我其實讓他們非常shock 中間有一位導演講 他說我們拍兩點五分鐘的電影 一般的名作把它當作恐怖電影來看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就是說 當你的電影很短的時候 你要想去那個make a point 你講的東西都是 講得很強烈 很恐怖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拍這個電影四十八分鐘 我覺得還蠻有意義的 就是說 他可以把背景很多次 你講得比較清楚 而不是說給你兩點五分鐘 只是說這個是定了 得了演證 你看什麼 他們有人把它當作恐怖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都要配合 我們的電影配上那個 兩點五個的電影 我覺得配合還不錯 因為是讓大家比較理性的 生活的了解過程 因為讓大家搞得分離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看三支 連續播放三支 然後接下來請代董長 他有些話要談 夜市也有話要講 如果你們突然看我跑去後台 因為我還沒有完全康復 所以我需要出去後面吸一吸我的氧氣 那就請大家講解一下 那很高興今天第一次 我早就開選應該來 到現在才來 一個遲到的老師 謝謝各位 感謝你 我們現在開始 來先說 謝謝 所以我剛剛聽 佳安她說 就是導演 李佳安她先離開 然後 我剛剛回想起 我在2011年開始投入 這個關係的時候 我那時候非常向往 向民國費賞醫學會 我是被民國費賞醫學會 所以我看那時候 他們有很多影片 那時候我就找 有人 可以出來自願拍影片 結果那時候 第一次就是 因為這樣認識 林佳安 所以我現在是會 回憲同學 幫你拍一下 拍就好嗎 今天台灣第一部的 後面影片 應該就是林佳安 我們知道 像你到張基 一拍一個早產 應該是 哪一部片子 是台灣的第一部公共 所以 自己這樣 致敬一下 不好意思 我一定要吵一下 不怕你先離開 很多是正堂 所以亞洲大學 我們有這麼優秀的老師 我想 尤其陳倫欠 給他這樣 我非常尊敬 段董也親自 所以今天 這是我的榮幸 我是 你不要借起來 不是啦 我是文竊的文字 不好意思 他的文竊社會週報 到禮拜六 一定我每天 那些人有時間 我一定要看 因為這個期間 氣候空 就是東西 大家注意到去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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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能量可以嗎 我們 我不行 我的頭會擋住 所以我們去坐到台下去 你們可以繼續坐 我的位子不行 他們二位應該不會擋住 您不會擋住 而且您瘦小 你坐到大腿上 不會 你不會 我們先放看看好了 謝謝 用什麼關係 台灣全島遍布著大大小小的工業區 有許多緊鄰著住宅區 位於高雄的鳳鼻頭與大靈浦 就是其中一個最極端的例子 這邊是我們家的頂樓陽台 然後就是從這陽台看出去的風景 就是我們這邊的鳳鼻頭帶入的酸日場 然後可是我們的民房外圍 就都是工業區 四十年前 台灣啟動十大建設 這裡成為一個被人海工業區 方圍的聚落 現在這裡包含鋼鐵 電力 石化 及金屬製造業 總共有近五百家工廠 八百多隻煙囪 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超過一百二十種 當中也只有至少二十三種自然物質 在歐美 工業區與住宅的距離 至少必須有五公里的綠帶 但在這裡 高度污染的重工業區 與住宅竟然只相應一條馬路 對於健康的危害無法想像 而其中 本的污染含量更為全台最高 政府無力解決 只能提出要居民千村的政策 由於工廠排放的污染長期難以舉證 而長時間在天村底下生活的痛苦難耐 在地居民多數有抵抗 轉為消極的態度 紛紛而易千村 但千村卻剩了一條漫漫長路 臺灣全島遍布著大大小小的工業區 有許多緊鄰著住宅酒 而城市中的人們也被一動污染輪包圍 其中老舊柴油車與二型乘機車 同樣帶來致命的危害 據研究 全台在1996年前出廠的一二騎柴油車 總量為7.6萬輛 PM2.5的排放量為三座台中火力發電廠 而二型乘機車PM2.5的瞬間排放量 則為四型乘機車的60倍 就是你看看那個車子排黑煙 那就是它燃燒不完全的黑炭 那都行乘機車 那其實你看到後面就發煙 那就是它燒了以後有一些油 沒有燒好的 這個我們要叫油激炭 那目前在聯絡口公道 正是這個黑炭的進來後 非常強的會造成致癌的問題 第三支影片我們來看的是 《踏山之石》 國外的接近 長久以來 我們總以為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程度成正比 但根據美國環保署研究統計 美國自1970年通過清潔空氣法至今 國經減低六種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 爬73% 包含氯狀物、二氧化硫、臭氧、二氧化氮、氫 以及一氧化氮 車輛使用相同單位能源下 僅使了更遠的里程數 而國民生產總值更成長253% 這個經驗清楚地告訴我們 環境空氣不只讓國民得到健康 更提升生產力與國家經濟力 謝謝在群創的48分鐘裡頭 讓我們先進行的三段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高雄的例子 高雄大概是最嚴重的區域 也最強烈的一個地區 讓大家完全看到高雄的一個悲慘狀況 可是我覺得很驕傲的是 除了群創 一剛開始發動 拍攝很多紀錄片的 當地當然其實從以前後進 來我們親開始就抗爭 隔日淡然續續 很高興當空母飄來台中的時候 台中保險的反應非常強烈 那中張口這個地區 對這件事情Say No的力量 其實成為這一波 台灣版空母最大的一個主軸 然後接下來我請丹董事長 您談一下 您自己本身提到 您如何被這個 南北奔波跑來跑去的 觸動 個人的隨便演講 麻煩您躺嗎 我們坐著講 坐著講可以嗎 蛤? 坐著講可以嗎 隨便你啊 那我站了 你也可以躺著講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這個電影 大家看的 剛剛那個 播的時間非常短 但是各位可以在 那個 YouTube上看 就打 在YouTube上 search 輸成指導 然後這個電影在拍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能夠 這個電影能夠 這個越多的人開演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個 那個版權的問題 學校的老師 如果要放電影 也非常歡迎 那我想拍這個電影 因為我個人跟那個 那個文健老師一樣 我當年在 2017年我有開刀 所以我對這個課題 有一些那個研究 研究以後呢 覺得這個課題 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 包含物理化學 人文什麼 通常都還在裡面 而且我們在這個地方 看到的空汙 並不一定在這個地方產生 是很多從別的地方跑來的 那我不曉得我們那個 亞洲大學的同學 對這個空汙的問題 大家平常有沒有注意 我 我我我我可以再問一下 就平常你們同學之間 有討論到台灣空汙問題的人 可以舉一下手 是我的眼睛看不到還是 居然是零 非常surprise 換一個方法問 你們覺得你們現在是 空汙世代的人請舉手 你看問題什麼叫做誘導性問題 對啊 所以你 你比較會 不是不是 我要講一句就是說 因為大家 好 第二個問題 才問你 你覺得你活在空汙世代 你們不討論的理由是 你們覺得 以你們的年齡 跟現在的狀況 你們無能為比 但是你希望有人幫你改變的人請舉手 好嗎 OK 好 謝謝各位 問完了 謝謝 其實 科問問題 您講的兩個點子非常重要 但是我還是在我的朋友之間 我的朋友他們都是60歲 70歲 大家平常也沒討論 因為大家覺得跟他自己無關 這個問題 最後燒到自己的時候 大家的關注心都比較高 大家總是心存那個僥倖 比如說有一個 我上次去被訪問的時候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他去體檢 體檢完以後 看到什麼 在那身體上的照相 看到什麼東西 那個醫生問 通通講說 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還不能很確定 我們再觀察一段時間 他聽到這個答案以後 每個病人都覺得是 這個如是重擔 其實大家可以去 再等六個月 OK 那當時我個人的Case 我就是沒有等 因為我從朋友那邊 我有聽到 我有一個朋友 當時開招了 那我不曉得各位同學知不知道 在原來開肺的手術 那個傷口 大概有那個 那個多大 我不知道哪個 有沒有同學知道 我們那邊有準備那個小禮物 哪個同學知道 從前開刀的傷口 那個大概多大 後面 十多公分左右 對 十多公分左右 就是要把你的骨頭切掉以後 用那個東西把你的肋骨給它撐開 然後才能去裡面開刀 那我跟那個 陳老師呢 我現在開刀 叫所謂的那個 那個圍創手術 只要在內骨之間 那個縫隙就可以開刀 所以傷口大概只有 這麼寬 所以當時我因為聽到醫生講 我可能 我就馬上去開了 OK 我就沒有 沒有再去這個 觀察 那我想我也許把後面的事情 講到前面來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是那個群創光電 在2010年呢 這個合併了台南的 旗幣建築 所以當時就一直做高鐵 來來回頭 對我來講非常明顯 我在高鐵上呢 左邊看出去看不到山 右邊看不到海 在那個回頭的時候 左邊看不到海 右邊看不到山 另外呢 就是在某一段時間內 從高鐵看過去的 全部在燒東西 我們的那個農田呢 最後留這麼一段 全部在燒 那就我後來跟這個 專家學者講了說 他說 這個雖然每一年只有燒 非常短的時間 但它對空污造成的影響 也是1% 1% 表示說它的燒的時候 其實那個影響很大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空污 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原因造成的 從個人家裡的做飯 還有你的洗衣粉 還有你噴那個頭髮 全部都跟那個PM2D5是有關係的 家裡的風 我在家裡面 新竹 我家的新竹 新竹風比較大 我冬天那個吹風 我就覺得那個窗戶有 嘶嘶的聲音 我就知道是窗戶在漏了 那我就去拿那個 後來我買了一個錶 去量了一下 發現呢 因為窗戶有漏的地方 空氣非常差 後來我把我家裡的窗戶 全部給 那個堵死了以後 空氣的 quality 馬上變了 那個好很多 我這手上有一個錶 這個錶也是我常常 也帶來正常 但我哪裡比較 那個不確定的時候 我把這錶打開 你先來打開我們這裡的空氣瓶 空氣剛剛我已經都量過了 每次人家叫我來量 我心中就有一個矛盾 你量了嗎 我們從後面逃到 對 就是說空氣還蠻大的 空氣好 我今天其實這個空氣 頂的外面好 但是即使我量到這個空氣比較差 我還是請各位留在這邊 因為你也沒別人幫我討 外面一樣很髒 外面更髒 那我今天為了來這個 我從家裡開始量氣 今天早上開始量氣 我家裡是最清潔的 因為我有三部空氣過濾器 到了窗戶打開 我平常是不打開窗戶 我今天為了收取證據 我把窗戶打開量了一下 大概是我家裡的兩倍三倍 因為我家都氣了 我空氣已經不錯了 而且今天的空氣過濾 其實算是比較好的 後來我把新竹的車站量起來 已經是我家的十倍二十倍了 然後到台車裡面 高鐵的車裡面 居然比這個車站還要長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可能跟人啊 身上噴著穿著 在裡面動 人那個密度很高 也沒有風 所以高鐵裡面 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清潔 然後我出來就知道 這個台東高鐵 比我想像中好 也是算是輕微的污染 那我到那個房間裡去 馬上說 變成跟我家差不多 說我家的兩倍三倍 但是已經是非常輕微的污染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PM2.5的 particle 不只講我們一般講的AQI 一般講的AQI是 Air Quality Index 這個是把很多種 六種七種的污染 整合起來的一個數字 我現在的表情讀到PM2.5 那大家為什麼講 要提到PM2.5 大家應該通常有聽過 所以說不管你對空物這個課題重不重視 PM2.5 你應該通常聽過 PM2.5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 particle的這個大小 是小於2.5micron 那2.5micron是這個什麼概念 大概是我們頭髮的三十分之一啦 那2.5micron對我來講 有另外一個意義 因為我是做面板的 在我們那個十顆的時候 線的寬度的那個極限 就大概是兩個micron 三個micron 那大家再有一個觀念 比如說我們那個台積電 那個世界的驕傲 它所謂的做到的半導力 就是七個納米 七個納米相對於我們的 這個2.5micron 那個那個差一萬倍 所以大家想這個 這個 particle 這個 particle 越小 為什麼說PM2.5非常重要 就是你吸進去 這個 particle 越小了 它能夠 penetrate 能夠穿透你的肺 穿透你的血管 達到你的全身 OK 如果這個像我們傳統的抽菸 particle 比較大 所以跑的路徑比較淺 那您得到的肺炎 和我們得到的肺炎 都是一樣 都是在比較跑到外面去的 這個我把它打在 所以你們大家都聽過 董事基金會 對不對 然後雖然爺爺 他都會幫董事基金會 好多人都做義工 叫你不要抽菸 我的肺全部都黑掉了 結果後來因為空污的關係 得肺癌的人往往一切 就活下來 而且他的問題沒那麼嚴重 得肺腺癌的人死的比較多 反而變成如此 所以抽菸 抽菸比較是 它是比較大細胞對不對 小細胞 對 它是小細胞 那個細胞跟我們這個 particle 算是兩回事 那我們這個PM2.5 也就是說現在開始呢 PM2.5次也是 就是後來大家知道這個 particle很小 所以現在呢 更小 現在一定要開始 monitor PM1 PM1多開始 monitor 的話 那就是 能夠帶你全身跑來跑去 而且另外呢 大家有一個錯誤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錯誤概念 大家覺得PM2.5是空氣中的 particle 所以 如果吸進去的話 最多是造成肺癌 其實不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原因 因為PM2.5比較小 它能夠在身體 能夠 penetrate 身體很多的 parts 所以它能夠所有的跟你的心血管 心血管疾病 好 跟你的所有的cancer都有 這個 都有關係 不只是肺癌 氣喘 我們小朋友啦 就是說 空氣 空污比較差的時候 空氣污染比較嚴重的時候 醫院裡 那個氣喘去 那個急診的 這個人數馬上就上來了 這個 這個 correlation 是非常強的 OK 所以我們呼吸器官 循環器官 所有人都跟這個 空氣污染有關 OK 那我們兩個醫生 台大學位陳醫生 我上次去看他的時候 我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 台灣南部 南部的污染很嚴重 那是不是這種cancer死亡的比例 是不是會一直上升 他跟我講的數字是 那個good news and bad news 他說死亡率已經下降 但是案例增加了 也就是說醫療跟這個自然在拼了 那現在醫療能夠把很多人救回來 我們兩個其實都是被救回來的 OK 那為什麼講我們兩個都被救回來 就是說 各位從小可能有聽過 檢查肺部一定是 照X光 OK 可是我可以跟各位講 如果說你的體檢 只是照一個X光 你的肺部如果你看到一定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是默契 所以我們現在使用的技術 就是 BOOSEX光 是叫一個東西叫LDCT 就是Low Dose 就是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而且切片切的數字越多也好 這個我其實 但是為什麼大家聽到的非常少 因為這個技術 拍出來的技術 那個誤判率很高 就是你看到一個陰影的 不代表你有cancer 你要再去追蹤 再拍第二張 再拍第三張 看看有沒有快速的成長 OK 所以從那個國家的角度來看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把這個東西 每個人都去拍 其實是一個龐大的職員 OK 可是就你個人來講 你如果認為你的身體 可能有什麼問題 你去拍一張 其實很滑得來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所謂年紀不一定是十五十二十歲 可能四五十歲 你要去拍一張 為什麼將來你年紀大的時候 真的有看到陰影的時候 你可以拿一張來做個比較 好 我的case呢 我是從2011年 就得開始拍 一直到2017年才發現 這個東西又是一個錯誤 什麼原因呢 他那個醫生在2017年 都跟我講說 你現在有一個新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新的從長到那個0.9mm 0.9cm 9mm 那些 我說這麼短時間內 再上個檢測 跟進來講 怎麼會長那麼快 所以我回家就把我 所有老的照片 全部拿出來再寫 那個doctor看了一遍 他說 你其實所謂新的 那個原來就有 結果他看一遍以後呢 他說 很像有點大 很像沒有那麼大 因為人是一個活的東西 在那個1mm的切片範圍內 有時候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呢 第一次他就叫我去等 就是說 再觀察 我就等了5個月 第二次再看 他說有一點點大 可是不敢確定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我一個朋友問過 我就當場沒有再去等 我就開了 就開出來以後呢 我是昏了嗎 我就回了個病房 不我就醒了以後 他們去把我那個 推回病房 結果我那個doctor 還說 那個恭喜你 一般來講 恭喜是說 那個你沒事兒 這個可以是 恭喜是說 切出來是那個惡性 性兒 你把它切掉 我不曉得他怎麼給你講 他這個我講那個 恭喜 因為 我是樂觀牌者 所以 我已經 那個影響很明顯 然後我就跟他說 他就給我上課 他說 通常 這個情況 一公分以下 叫結節 結節分成 惡性分成 良性分成 叫感染 難追擊 一公分以上 然後等等等等 我說 那我不會是感染 零 那惡性的機率呢 99.9% 那我說良性的機率呢 大概0.1% 所以我說 那我可以擺流水席了 我最近有五個人 準備我 如果是良性 我擺流水席 所以我抱持的 期望是零 因為我完全知道 我已經是陸性 進職了 因為一看 我就去找 因為我很重要 就是你講的 其實我可能補充一下 這個代表我來講 可以嗎 可以 我讓各位同學了解 你們關心空屋世代 然後很多事情呢 我們這個社會呢 其實有它很大的隱緒 我們的空屋是這麼嚴重 那空屋很嚴重的原因 像我剛剛講的 高雄空屋這麼嚴重 可是另外一個 觀察高雄空屋嚴重的 你請坐請坐 因為這個我要講個五分鐘以上 沒關係 你站著我很痛苦 原本我要站起來 就是說高雄鎖以空屋 那麼嚴重的原因 跟我們在那個年代 臺灣是一個很窮的 窮困之島民間 所以剛才前面講 十大建設裡頭 為什麼全部所有的污染重農業 都在高雄 因為高雄有一個 最棒的天然基因 叫做深水港 高雄港 所以你要運 游過來 你要運天然氣過來 你要把鋼鐵運出去 你都需要這個高雄深水港 所以你要中鋼 你要石化產業 你要所有的這個類型的 煉油業石化 全部都在高雄 所以高雄原來 那個高雄港的福報 成為它重工業的重地 然後也成為它後來的主重 但是高雄港在那個時刻 它帶動了 臺灣十大建設裡頭 除了其他高速工之外 全部就會集中在高雄 我們值得年代長大的人 他是1969年 台下畢業了 或是1980年 從1970年到80年的過程當中 整個臺灣所有的富裕 是靠能石大建設拉起來 在那個之前 臺灣人要出國 有一點錢都困難得不得了 在我念國中的時候 不是國中地財界 我很多同學都連皮鞋買不起 在我念大學畢業的時候 已經很多人有能力家裡頭 就是找三分之一的家庭 或五分之一的家庭 有能力讓他的小孩出的東西 所以高雄港的龐大高雄人的犧牲 其實換來臺灣的低頭鏡 政府也開始有點錢 才有辦法扶持後來的高科技產業 所以這個很重的污染 現在是我們整個臺灣社會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裡頭 留給高雄的 那現在好了 你要提高保鏢準 提高很多很多的東西 高雄運費問題就說 我提高了還保鏢準 那因為我自己不產油啊 我們有油啊 我們有天然氣啊 那運到我這裡來 這個運費就很高啊 那工廠就外遷了啊 我又沒有工作啊 我現在的產業模式是什麼 所以它非常困難 所以我剛才這個議題以後 我覺得是由這個補充的 另外我們的扭曲 就是說看這個問題 有一個扭曲 就是說 剛才那個代理都讓人看到 說照X光是沒有用的 可是所有的標準 都是照X光 然後臺灣現在癌症之手 叫做肺炎 然後他叫你去標準照個健康檢查室 你要當末期才查得出來 那到底在查什麼 我們以前做過子宮頸癌的宣傳 叫六分鐘護理醫生 現在我們的國家定傳的健康檢查方式 叫做健康標準末期醫生 這樣子變成是如此 然後變成這個情況是必然的嘛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你給我的數字 背得不刮爛的時候 他很高興因為我在音樂每天都要上課 日本曾經肺炎也是他們的污染造成 然後他也變成是他們的白症之手 日本的早期腮檢率 也就是不是用X光 是用低接量的電腦斷子 在日本肺癌的患者裡頭佔44% 台灣只有20% 好 全世界多少 百分之二十 我們當然比不上日本嘛對不對 No 全世界的標準百分之十 意思是 你把印度加進來 印度的污染多可怕 你把中國大陸加進來 你把Africa 發言非洲都加進來 我們是百分之二十 意思是什麼 我們是後段班的 那我們為什麼後段班呢 剛才Land 董事長 因為他可能不太瞭解這個狀況 我自己後來都是做的 因為他們的醫生 每個人都拜託我了 我們如果 他們就斷董事長 我不知道成為前 我要去台大做一個LDCT的檢查 我要等六個月 我要等六個月 而且我已經有了症狀 我要等六個月 因為我們政府有一個可笑的規定 日未腹部 他說呢 你醫院一定要二十床的病房 你上才可以買CT 才可以買MRI 但當然是從美國回來的 美國做健康檢查的 根本做健檢的 裡頭就有CT有MRI 然後你發現有問題去了醫院 它裡頭都有啊 什麼原因 它讓健檢中心 不可以買CT跟MRI 什麼理由 它要規定是二十床以下的病人 那以我們空物這麼嚴重 甚至應該衛福部 都去買像日本的 Toshiba的LDCT 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它的價格呢 在日本只要兩千塊台幣 在台灣台大是六千多塊 有些醫院是比較低的 就是它的那個好幾千 切得是六四千而已 它可能三四千塊錢 但是都比日本的兩千塊貴 都比日本貴 我們有理由比日本貴嗎 毫無理由 我們就是用 供很少 需求很大 使我們的價格比日本貴 而且普及率不夠 然後沒有關係的老百姓 偏遠地區的老百姓 要等到拍這個東西 要等六個月 請問你沒有症狀 你會想要去等這六個月嗎 你就不要拍了 所以每一次 他們一旦要面臨一個病人 他是X光 拍出來就是默契 然後呢 拍出來就是默契 來找他 那或是明明你覺得他的症狀 可能是肺炎 或是肝癌 或是肝癌 或是什麼癌 你都要等排隊非常久 其實我曾經請教過 這個規定是怎麼來的 因為你如果是為了 防止老百姓 或是醫院裡頭 或是一般醫生 濫用MRI或是CT 你應該是規定 你這個診所 你不用規定醫院嘛 你這個診所一定要兩個醫生 或三個一小時 或兩個一小時 至少規定這個東西 你怎麼會給你二十張病床呢 這是典型的利益關說 也是現在民主政體最可怕的問題 就是它可以有一群利益關說的工會 去給很少的政治現金 其實也不用多少 五十萬一百萬 然後買好幾個立委 然後就可以讓整個國家老百姓 就要付出重大的健康代價 所以你們要去做的真正的困難是 你想跑去做 你還要排隊排很久 而且價格還是日本的三倍 所以我們今天講浮塵之道 我們今天這個浮塵不只是空屋 我們的證據其實是空屋的很厲害 而且政黨問題這麼久 後來我就罵陳醫師說 你怎麼不在以前撥腳 我現在已經老了 都退休了 他還告訴我 謝謝先生他的病人 謝謝先生來給他看診 我說我去找醫院 他說他們都給我病 我說你幹嘛 他先給你通過法再給他看病 他有什麼資格來看你的病 他有那麼大的一個法律的權利 他怎麼等於說 你把法律改好 我再來給你看病 所以跟同學各位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關心空屋 關心這個社會 什麼叫這個社會裡頭的正義 我剛才講的 沒有關心的人 一般老百姓的人 偏遠地區的人 你要了解你有沒有這個病 就是要等很久 像我是有症狀的 我才去檢查 我有我的心臟病 我一分鐘心跳一百一十下 沒事幹就這樣 然後呢 根本就完全已經日子過不下去了 就一定要檢查 從心臟醫師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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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那個心臟醫師太傑出了 他就立刻說 有的時候心臟查不出來 就是肺部問題 結果我喊 一跑出來就是肺部問題 我是有症狀查出來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呼吸了 你知道 那我的氧氣不足 所以我的心跳很快 那因為我本來有一點點心靈不整 所以那心靈不整很嚴重 可是他一查心臟都不濕 他就立刻說查肺 結果就查出來了 所以剛才彈總人問我說 我是不是如此 其實我們倒是討論病情 病情不是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你們 對不起啊 我是61歲 彈先生比我大一點點 我們享受台灣 台中什麼 台北大空氣都很好 你們現在27歲都吸入了空氣 空屋之島 浮沉之島 現在最明顯的一個肺炎的現象就是 年齡在降低 並不是說 以前要年齡大才會發動 以前台灣的空氣沒有那麼長 是不是這樣 台灣的空氣沒有那麼長 所以現在年齡都在降低 那你們覺得離你們很遠 可是其實空屋呢 等到你三十幾歲 你的孩子出生 他某程度其實會對你的身體 對你的健康造成很嚴重的問題 而健康是一個人很基本的人權 他跟事物是一樣的 我認為他比投票很重要 接下來請代表我來繼續說 然後我再去念老師 您剛剛講說 您剛剛有問我一個問題 說現在的空屋是低的差 我沒有回答你 有一個原因呢 就是說 您剛剛一直提到高雄 高雄對我來講 我要補充兩點 第一點 我小時候是在那個高雄煉藥廠長大 我十歲以前是在那個煉藥廠長大 所以後來我拍了空屋電影 常常有人問說 您現在的 您以前那個在煉藥廠的時候 您覺得那個空屋有污染嗎 我說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剛剛講 我小時候我根本不知道 我爸爸每天用那個煤球在做飯 用生煤在燒洗澡水 根本不知道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環保的樣子 那個時候講老實話 跟您剛剛問各位的問題說 你們同學之間有討論空屋嗎 當時我看到天很藍 天氣很熱 白天都是打開窗戶 打開窗戶空氣比較新鮮 當時哪裡知道 所謂新鮮不代表它的口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是 長老實話是很不知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講到高雄 高雄的污染不是高雄的污染 高雄的污染是全台灣的污染 因為高雄產生的 它那口燒出來的東西 會被風一吹吹到別的地方穴 而且在它動的過程中 會受到太陽的一照牌 跟別的細體再起化學作用 會產生出很多的致癌的東西 所以空屋這件事情 不是說你活在一個地方 說沒有工廠就沒有空屋 台中 我們電影在台中首映的時候 盧市長有從頭到尾來參加 他說他競選的政見就是要空屋 他說他當選以後不能 你也在 他說他一定要繼續來推動空屋 台中的空屋 據我了解也是非常嚴重 所以跟各位的生活其實是 那個息息相關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文件提到高雄 我們看那個影片是高雄 大理譜好像應該是什麼都有 它有石花葉 所以剛剛說的它會有微呼吸 所以它不是只有PM2.5 所以我今年我們台灣健康公平行動 開始公佈臭療的聯報 我們在2012年開始公佈PM2.5還有PM10的聯報 剛剛辦董提到說 PM2.6多小 就是等2.5微米 微米大概有個概念 我們紅血球的大型是6到8微米 所以PM2.6比它小 那PM10它是10微米 等它差不多跟紅血球一樣大 所以我們紅血球會不會隨著學一群人覺得很會 我們ECC我們抽選 我們在亞洲大學我們抽選 ECC是400萬 就是把台北新北市人口放在ECC裡面 那就是紅血球 紅血球會不會跑來跑去 會 所以我剛剛說的紅血球的大小等於PM10 那PM2.6就比紅血球還要像 那我們紅血球會隨著我們血液循環全身 那我們C進來剛剛說段董剛剛C的 PM2.6 PM10 隨著我們C到肺部裡面 我們隨著血液會從心臟來打到全身 那它最恐怖就是會引起全身血管的發炎反應發療 全身喔 不是只有肺部而已 所以剛剛說肺部的發炎當然可能會造成肺癌 這是癌症就是肺部發炎 可能是癌症這個原因之一 就是發炎 但是不是只有癌症 可能台灣很多的行 十大死因裡面跟肺部有關的 除了它癌症是歸類於低大的死因是癌症 肺癌是其中的癌症一種而已 所以剛剛段董也提到很多癌症 所以像肝癌台灣一定有很多肝癌 肝癌以前認為是跟低肝有關 跟低肝有關 但是我們的副總統陳建仁已在2015年裡研究的證明 跟空氣污染是有關的 跟PM2.5是有關的 我看這個論文已經被2018年很多全世界的文件都引用了 所以它不是只有引起肺癌 它也引起肝癌 我最近又看到一些PayPal它引用的 就是連大腸癌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了 所以現在很多以前認為是直接肺部影響 現在已經不只認為癌症只有這樣 血癌可能也是這個因素之一 全台灣很多醫院的院長 跟血癌都有關係 像南部的成大院長 這個很厲害 他也是 還有北部很有名的院長 很多都是血癌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癌症以外還有肺部發炎 台灣的死到死因肺炎還有慢性阻塞肺氣種 這些無關 還有其他的心臟 本身也是高血壓 心臟病也都無關 所以死到死因肺炎 心臟肺臟還有中風 現在已經提到跟失智有關了 失智 失智 所以我們空氣吸進來以後 它會怎樣 第一個 錯過肺部隨著血液循環全身 第二個 它最恐怖的行為 我們吸到好的味道香水 我們會比較心情會疑悦 但如果拼個草 我們會覺得這個味道不好會跑 其實它最主要一個 就是透過我們的嗅覺神經 我們如果煮了香氣 煮了香氣 香氣的時候 所以我們如果拼空氣 好的空氣 它除了從肺部以外 它會直接另外一條路 直接從我們嗅覺神經 它會直接到大辣 直接 它有兩個路線 一個經過肺部 一個直接 它肺部 它吸的空氣 直接會衝到大辣 所以 直接影響我們腦部 所以要跟大家報告 今天的影響是全身的 所以腦部 現在影響多少個 就是跟中風有關 中風確定是有關 現在是確定哪個失智是有關 不是只有PM2 PM10我在2012年 就跟田修錦立委的公布 女性很多 失智 美國的研究已經確定不關 所以柴契爾夫人 還有雷根 也許你不一定認識 但是英國 如果說柴契爾 大家都會提到 柴契爾 算是 在英國裡面 首相裡面 算是比較強的 它晚年是怎樣 晚年就是失智 還有中風 小中風 所以 加州 州統議也不好 大家報告 在美國 現在川普做總統 川普一講的 他要讓美國在立偉大 其實他認為美國最強的 我也知道他心目中可能是雷根 其實雷根給大家報告 他晚年是失智 所以我給大家報告 今天不是只有癌症 也不是只有心臟病 也不是只有高血壓 腦部 這是很重要 台灣高齡化以後 可能我們很多 八十幾歲 很多失智 其實他空氣污染很快 上川普就說 他不是只有影響我們成人 還會影響我們肚中的胎兒 會引起胎痰的發炎反應 胎痰喔 胎痰本身會保護胎兒 結果胎痰如果引起發炎反應 胎痰的功能就會影響 所謂影響早產 所以林佳安在2001年 他那個騙者就是 可能早產一個因素之一 就是空氣污染 低體重可能是空氣污染 還有可能現在馬力認為 可能跟機型是有關 所以在空氣污染比較高的地方 你如果出生的時候 很有可能他容易自閉 我基本上把這個自閉猛關 所以他影響不是我們這一代 是影響我們的 影響我們下一代 還有可能兩代 現在已經認了可能會引起 跟生殖細胞也會影響 所以今天天空空屋世代也說 以前段總說我們50年前 40年前對這些規定有概念 但是越來越多的醫學證據 已經認為這空氣污染是很關的 所以老實在說 除了pn2的地方 pn4大家也要注意臭氧 所以我剛剛看手機 我們中部除了pn2的地方不好以外 我剛剛看了風雲的臭氧 其實只是60幾ppb 現在的醫學已經認為 40ppb已經有影響了 臭氧它是氣體 剛剛我們說pn2的地方跟pn4 是懸浮微粒 它是粒子 它是粒子的 但是氣體 臭氧是氣體 還有 跟大家報告 我們南投獨立 因為這些是山 台中是一個噴地 所以段總說說 空氣污染是製造一回事 但是它在有風雨孫 往南吹夏天 往北吹的時候 高雄的空氣污染就會影響台南 影響台中 那冬天的時候 台中的空氣污染會影響高雄 所以高雄的空氣污染 有一部分是自己來 很大部分是自己來 有一部分是我們台中漂白去 台中的空氣污染有可能是台中來的 但很多部分也是由幼親來 所以我自己報告 我們看看台中是一個噴地 所以先天不涼 擴散不容易 所以空氣污染最重要的是說 它產生污染是一回事 第二個 沒有擴散的時候 再把另外一回事 這很重要的就是說 這幾天啊 下雨天的時候 大家看空氣就變好 沒有下雨的時候 這空氣污染的飄底子飄在那裡 所以大家現在可能要開始注意臭氧 臭氧 我看不利也不好 台灣的不利也臭氧 就全台灣剩前幾點了 南投足山一類是盆地 不利也是盆地 台灣三大盆地 兩大盆地 一個在台中一個在不利 所以大家在做的說 南投加空氣本身 也是台中盆地的延伸 大家一定要自己要保護自己 一定要把即時值 看設在這個首頁 大家隨時要看 所以看到 不利 上一個小時的臭氧好像是50幾 來現在設備維護了 我不知道 常常空氣困難高的時候 他社會就恢復了 不好意思 我不要再說 可能現在像馬鐺東 鐺東還是文歆 可以說 我們大家 大家可以 可以開始注意 就是說 一定 就像斷東 隨時要注意 你呼吸的空氣品質 一定要注意 好 我們在南投地區 我們這個地方 澳洲鋼門 很多不是我們這邊來的 像埔里有沒有 有沒有工廠 沒有啊 但是埔里 是全台灣P26算是 比較晚 為什麼 P26比較前 它可以漂得比較遠 會漂亢 所以很多鋪裡的 第二天其實是不太漂亮 所以大家可以鋪裡是 要注意 我們在南投的時候 也是要注意 南投跟竹山系 還都是本地的野生 所以我們要注意 南投可能受中五星 其實是非常有影響 不好意思 那個 那個葉醫生 除了他是醫生 剛剛講了很多 這個跟嬰兒的關係 這什麼專業 對不對 另外你也是 為了空屋 常常上這個街頭抗爭 對 所以 那個 我覺得您 在這方面 應該是萬有貢獻 但是那個 那個文獻老師 我在做空屋的題目 從開始 是去發覺說 空屋對我們人的這個 那個健康的影響 然後後來自己 得了這個 這個 這個肺腺牌 就停留在這個階段 這個停留了一段時間 但是呢 過了一陣子以後呢 真正要開始問的就是說 我們講空屋 不能天天只講說 這個空屋有多麼的可怕 到底我們應該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能夠讓台灣的公務可以改善 我在1990年 從美國回台灣的時候 當時在台灣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感覺 就是說呢 當時台灣已經是很多的製造業的代工 當時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 台灣是世界上少有的 有能力製造污染 沒有能力處理污染的國家 OK 我們大家覺得非洲很髒 可是非洲那個髒 只是牛在馬路上 就撒點藥 那個拉拔石 那個不能叫污染 那個只是髒而已 可是台灣製造了很多污染 當時台灣完全沒有能力處理污染 那你說現在我們台灣有沒有能力處理 有沒有能力處理污染 我個人認為還是 處理污染的能力 就是空氣污染 還包含很多別的污染 我覺得能力非常低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美國的時候 我197年到199年在美國 後來我都回台灣以後 又有再回美國 我覺得美國的空氣已經turned the corner 意思就是說已經從壞變好了 每次到舊金山 各位如果常常出國的話 你在舊金山 移出飛機場 覺得怎麼亮 空氣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 當時美國的空污 就我的記憶地 跟加州南部洛杉磯是有關的 洛杉磯當年也是一個盆地 開車開了非常多 所以當時大家認為 洛杉磯的污染非常嚴重 北加州的彎曲空氣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美國在注意這個 他們叫smoke control 就是汽車的那個 從1970年開始 1984年開始 smoke check 每個車子全部要check 這個是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當時我人在美國 那個車子 每一家修車的店 全部要貼出來的廣告 那個smoke check 還有什麼 有那個coupon 可以便宜 25塊 30塊 那個時候 每一年都要進去檢查 所以我覺得 美國從這個時候就開始 台灣怎麼做開始呢 台灣是不是開始以後 是不是很認真 我是覺得這個 對我心目中 這個是一個question mark 但是我覺得 您的節目 一定要善用您這個節目 這個媒體的力量 台灣太多網民 大家講很多次 但是真正能夠做事的人 並不是很多 我覺得你的節目 以由於你個人的經驗 能夠利用這個 把台灣 尤其是怎麼樣改善台灣的空屋 能夠做出一些大的貢獻 當時群創 教育基金會在推動這個空屋的時候 當作我有四個想法 原來是三個想法 那現在看到你了 我就四個想法 第一個想法 因為它是教育基金會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 對空屋的教育 第二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能夠做一個公民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其實是不染多了 所以當時我們是希望成立一個平台 把一些專家學者 把各個領域的學者 能夠變成一個平台 大家能夠討論一些項目 因為我發現 在開始接觸這些人的時候 大家對空屋的看法都不是同意的 有人說這個造成空屋比較嚴重 有人說造成這個空屋比較嚴重 所以他們自己還常常 從這個辯論來辯論去 後來我也是跟他開 有時候講 我說你們 你講這個第一名 你講這個第二名 我說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我現在舉前五項出來 你們大家同不同意 這個前五項 可能統統一的前五項 至於哪個是第一名 哪個是第二名 就不要那麼care 結果基本上前五項 所以這變成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讓專家學者來討論 為什麼要專家學者討論 因為我一直講 我們政府在立法的時候 其次詢問這些人 因為政府的官員不是 大家都會覺得奇怪 政府官員他不懂嗎 真正的專家學者有心的 這個學問是很深的 所以如果把專家學者意見統一 在我們立法上面 立法比較明確而且比較合理 這是我當年想要做第一件事情的媒體 這個您等一下可以發揮一下 當時我訂的是教育 建立一個平台 讓大家能夠討論出來一些東西 然後能夠對政府做一些建議 第四個就是 第四個就是說 我希望有些大學 包含亞洲大學 如果有一些program 起碼要監督我們立法以後 這個執行的狀況 因為空污這件事情太大了 不是我們一個人 我們一個人可以做很多事 但你把你做的事都做完之後 你的那個貢獻是非常小的 我們必須要從大的方向來看 所以政府執行的法律 公權力才是關鍵 我剛剛有舉個例子 開了高點方面的農田全部在燒 我有一次看到一個新聞 不知道哪一年 前年 說台灣因為燒這個道 舉報的例子有三千多件 真正執行的 有開罰單的兩百多件 這個當然有關鍵 這個為什麼 我們不是在那邊講一些 這些數字 因為我知道這個東西 你像說騎摩托車的人 說二行整摩托車 說要改 要不要能夠把它淘汰掉 可是我們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騎摩托車的人 他的經濟基礎都比較weak 所以你要叫他改 一定有這個反對的聲音 我記得去年前年 中油故事說要把 九二的體油停掉 大家吵了半天 很多大學生發表言論說 你把九二停掉 我們全部要改成九五 我每個月要少一個便當 這個言論當然從我們的角度看來 覺得是很荒謬 可是你真正去想一下 也沒有什麼荒謬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剛剛開始來就問各位 說大家同學之類 有討論到空屋的來舉個手 居然沒有人舉手 大家不曉得 中間最大的矛盾是什麼 最大的矛盾是 摩托車排放最多反對的人 他其實是最大的受害者 農人去燒稻草 他是最大的受害人 所以這對面有非常大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是做生產 我們天然在工廠附近 我們也是受害者 我在美國 我剛剛講我的背景 我小時候生在內油廠 後來學了電機器 做很多實驗 在實驗室裡都是問到很多chemical 出來以後從事生產 在這個環境也不能很乾淨 但是這個cancer跟空屋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這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你能不能確定你的肺 跟空屋有關嗎 NO 我百分之百分確定 但是呢 就剛剛講 有三個 尤其對空屋影響的cancer 有三個risk factor 第一個是年紀 超過五十歲 有人到四度 有人到五十歲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抽菸 第三個是有沒有 沒有家族歷史 OK 我這三個case 我通通合 我也超過五十歲 我過去成年抽菸 我家族歷史 我母親是癌症的 我母親是癌症的 我自己去查了以後 切割出來是惡性的 我哥哥去切 這個也是惡性的 為了這個事情 我叫我弟弟去看 我弟弟說沒有 但是我為了要保險體驗 我自己去做基因排序 基因排序就是說 看看嘛 就排完了 在美國San Diego 排完了 他說 他說有一些基因的 我們人類已經知道 跟某些病有關 可是他說 就我們看你的基因 沒有看到 跟已知的基因是有關係的 當肺病你要知道 有很多排序 比如說你已經得了cancer 你要用標靶治療的話 他的基因是針對這種 他可以攻擊 可是我現在講的意思不是這個意思 我現在講的是 從我的基因裡面 有沒有看到 我是有得到cancer的基因 跟那個是兩回事 他說沒有 他說沒有 我哥哥年紀大 有家族歷史 但他從來沒有錯過炎 而且現在 越來越多的人 Lung Cancer 是沒有錯過炎的 尤其是婦女 所以說 大家才會一直講說 這個跟空屋 應該是有關 可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這些東西 都沒有討論 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就講話 今天我講話 要簡單一點 不要講太technical 因為technical 那個空屋講不完 但是有幾個重要的課題 大家一定要清楚 第一個 空屋問題百分之百存在 第二個問題 第二點 空屋對人體的各式的cancer 都有很大的影響 Lung Cancer 不是一個 我當時要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第一個想訪問的是 我們那個陳醫生 他說 後來我跟他談論 他說 你不要訪問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你來訪問 他要立刻把空屋跟肺癌 這個link在一起 他說 其實空屋的不只肺癌 cover的項目太多了 從年紀大的到年輕的到小孩 還沒有生存 都有影響 而且對各類cancer都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討論說 還要討論說 要說服大家 也許我們第一次現在很年輕了 可能還需要說服 但是你自己回家上一下網路 那個Google一下 什麼叫PM2.5 你馬上我們今天講的事情 你們大概全部不知道 現在是要怎麼去的改進嗎 我覺得您應該play一個key key role 你是這個街頭的 我是理論派 OK 我理論派 我可以成立平台 我可以追蹤很多事 但真的很多事要靠你們兩位 或許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對段董尊敬就是說 他不是把拍影片而已 影片他只是喚醒的方法之一 就像文獻通過我們的文獻周報 我想這是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段董是從他自己的企業 他實質要檢驗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個議題本來就是 固定污染點我們怎麼減少 那移動未來怎麼減少 所以台灣健康公立行動力 我們在2011年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我們 我們健康公立行動力 我上面穿的意思就是 XX就是靠行動 我們只用理論 環保署有很多研究都是理論 全台灣有很多醫學 還是科學研究都理論 我們只有用行動去檢空污 真正用行動去把我們肺癌找出來 很多都可以 你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可以救很多家庭的 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怎麼行動 所以台灣健康公立行動的就是 Air Clean Taiwan是台灣的願景 但是一定要有行動 所以今天斷董給你願意出來現身說法 來想到你從刺激企業 來用行動來用 給你提到官員 我在2011年接觸國民黨中央執政 到民進黨基準全面執政 內心有很多的感慨 就是早期的官員 找很多學者專家 其實 不好意思我講 比較重的就是門神 就是門神 所以我今天 是不是早期我有幾年 power point給大家 在我幫忙就是 我們現在民進黨全面執政的 就是控制 過去民進黨 國民黨也是會殺很多移動部長 但是台灣從2011年開始關心空母 因為國邦實話了 開始關心空母 制定PM2.5 結果我們在2012年開始立法 結果我們只管我們的PM2.5的一般監測站 沒有管交通監測站 交通監測站 所以從國民黨 從民進黨都一直講交通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的法規有沒有達標 只管一般監測站 所以一般監測站 是放在五樓 放在四樓盯倒一些 綜合性的可能燒稻草也是 可能移動部長也造成的 也是一般的 它不是直接反應 像交通監測站 它是放在一樓的 直接去掐賽尾 你直接增測到這裡的PM2.5 所以我今天要放日本的 日本怎麼管控它的移動部長 它特別立的一個法 就是移動部長的PM2.5 淡氧化物法 特別立的一個法 所以我們來看後面 這就是立法 所以今天因為它聯運不同 你管控方法 你的策略就要不同 日本以1999年 就有針對移動部長的法 2001、2006你要看 一個特別的例子 一個專有的研發 意思是那時候 對空氣污染更多的了解 所以它有一些車 它會貼上你的標籤 你是綠色的黃色的紅色 你不進來不進來 所以我們來看日本 它怎麼聊下一個 所以你看它的空氣污染P2.5 以前交通是占52% 你看到後來這樣子 這樣有幾% 所以今天我們提供移動部長 你今天一定要有策略 一定要有方法 但是最重要 你要有監測站 台灣77個監測站 只有5座交通監測站 但是法定的32個策站裡面 31個策站裡面 沒有交通監測站 所以這就是說 從中央跟地方 大家都說交通 我們也有三個交通 贏家人在2014年 聽我說了 台中市府正在移動監測車 但也不是固定的 像日本的交通監測站 它是放在映樓的 映樓這樣直接尾氣 你如果撤出來就知道 你如果有做個立法的程序 才能夠知道有沒有效 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你看日本 移動部長園 其實是很抗亂 所以我們台灣如果只看P26 一般監測站 其實它是被蒂固的 所以有空氣彈的品質 好像表現得越來越好 其實我們都完全沒有反應到 交通監測站 交通監測站 日本是兩個分開的 因為原因不同 所以你管控方法也不同 你要評估也不同 你看下一張 日本的話 它分開一般監測站下面 交通監測站 但它P26也是從2011年才開始完工 所以今天台灣的官員 比較高射的說 雖然民進黨 我也2014年一直打 一直打 民進黨也跟著我抗議 什麼 結果你全面執政了 第一個 你如果移動部長也那麼重要 你第一個要輔射 輔射這樣 所以我們看東京 來看下一個 東京你要看 東京的交通監測站 是它監測站的四層 四層 六層是一般監測站 往上 我告訴你今天 來 各位 交通監測站一般它是四層西站 東京自拍組是三層 台北市呢 台北市五 我搞覺得它只有五個 所以我以前話說 從桃園以南 高雄一倍 沒有一座交通監測站 那法規是零 所以能夠換往前往 所以剛才我跟文謙說 今天要公務時代 你可以 不設在夜光盆 也不會設在斷導 但是你們這個時代 要設在四層西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右邊這個人 右邊這個人 是可能我們這一代都設在 這個 這個 新鮮 對 這兩個 修讀 這就是 原因 大家不知道這個孩子是什麼 這是三波空 無理大 這是引領全台灣 現在的全世界 的氣候變遷的行動 所以 這年 一過年 就是霸課來 引起全世界 我們這一輩的人 有權利的人 沒有要關心 控暖化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用霸課 Friday 是禮拜霸課 所以 引起 全世界 現在開始 關切 這樣暖化 就是容易 所以我說 這一個時代 台灣 2019年 這個時代 是你的時代 你們一定要站出來 如果靠 我們的官員 不管你是中央 還是地方 要靠你 是沒有希望的 所以這個孩子 挑戰 現在有權利的人 有權利的人 最近大家上網去看 倫敦 他們現在也是禮拜 他們有兩個禮拜 總共戰 倫敦的街頭 所以 倫敦其實他的碳 我告訴你 他的碳已經回復到 一百多年前的碳 他是瑞典的孩子 瑞典的孩子 其實 瑞典 他的氣候變遷的表現 只是全世界第一名 看著我德國平建 連續四年 是全世界第一名 台灣是倒數的 他不是氣候變遷的受害國 台灣是氣候變遷的受害國 氣候變遷的受害國 就是 我們小林村 古禮的暴雨 最近的一月到三月 去年年底 我們台灣是乾旱 所以我們的農屬農化 最近農委會說 他能這樣廖十幾年 所以我聽說 空汙暖化 其實暖化也會影響空汙 空汙暖化也會影響 就是我這兩個都是壞 就像同壁的兩側 所以我 感謝文慶 其實在過去裡面 你如果注意看他的節目 他都會說 極端氣候 全球暖化 他都會說這個東西 其實文慶 他也很多時候 2007年放一個 六 開始在共享汽車 那年我就跑去 跑去旅行 他年看到我就去旅行 六點 六點 大家看看 這是你們的時代 我們這一代是要去 把你們的貴籃給尿命 好不好 這是選擇的 一個15歲的瑞典女孩 在2018年8月 發動了一場 臨近革命 她在全球抗暖化 與氣候變遷的先驅力 瑞典法克 至於政府面對 262年來最高溫 及熱浪乾旱所引發 超過60系森林野火 態度消息 連最新制定的法律 也要等到2045年 才能做到零攤牌 我們請各位 做到同樣子 坐在外面的國安法 或居住會 或居住會 又任何地方 到你的國家 或是一個安全 道路 到一個低限的 標準 暴力 時間 是更短的 我們想想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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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 很重 我們都會 都會 每個部份 我們的生活 特別是我們富豪的國家 當沒有國家有足夠的國家 格麗塔的行動在短短數週內 吸引了美英比奧日本270個史政 至少2萬名學生相逸 她甚至應邀前往波蘭 在聯合國期後會議CO24上發明演說 直言各國原首是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 所以长达数十年复为下一代的生存 那你只说到往往的状态 那些不好的想法 让我们进入这红山 甚至当唯一切专闻的事情要做 是抛一锦压局 你不太有足够的说法 那是不一定的 连那个压力 你给我们孩子们 但是我无关于人家人家人家的存在 我们聊到政策和一个活动的国家 我们的 civilisation 在不同的资源上的资源 我们的一个小数字的朋友 让我们继续去购买的资源 我们的 biosphere 我们的资源在我的国家 能够生存在这种地方 可以生活在货彩 我们的败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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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这个世代是你的世代 这个世代不应该我们来决定你的未来 你们要挑战独市长 你们要挑战林明珍 你们要挑战这有权利的人 这孩子正在改变世界 所以原因我要跟大家麻烦就是说 未来一定要相信肯定 刚才我说台湾的关联和世界的关联 不管谁选情都这么说 放点水旁的位置 谢谢 谢谢 我特别加一句 因为我刚刚想到的 我们将来谈到很多政治人物 我想很多东西对我来讲 也是very common sense 我不晓得各位都知道 台湾有两位副总统都有废来 你们知道是谁吗 肖尔强跟陈建仁 就国民党的人 我要加一个国民党 国民党的肖万堂跟民进党的人 他不是民进党 他应该是现任副总统 我们还有一位市长的太太 你们知道哪一位吗 柯文哲的太太 柯皮称佩琪 都是肺癌 而且都是您同一个医生 切割掉的 她比较早开到 所以还被拿掉了一整个肺液 也有点可怜 其实刚才这个影片里面 还有刚才叶教授在补充说一句话 我现在要跟同学进行讨论 麻烦各位同学 不要专心一点 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 It'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politician the politician 是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贪婪 因为他们怕不受欢迎 贪婪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讲的 他怎么会搞到台湾 要去做电脑断层 是一个有关系 社会有权力的人 一旦生病才可以做得到 这是什么规刀 你怎么会做出这种法令呢 我的好朋友叫田秋菊 就是一个好朋友 我立刻打给她 我跟她说 立法院我现在要修吧 我遇到困难 因为我只要进 那个管理法律的未判委员会 各个都代表无法律 这个法律是谈不通过的 那我现在呢 要把她改法律 结果发现三个党员里头 有一个党员 自己就跟那些国会关系 密切相关 所以我无法禁服二统 我说你在監察员 你直接给我发函 给外国 你怕立委对不对 那我先找建委对付你啊 你告诉我 你这条法律 你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除了你在保护那些 已经有CT的中层医院 其实大医院不会希望 什么要立法限制 因为他们不需要 赚两三千块钱嘛 是那个中层的医院 你告诉我 是什么理由 你定这个法 导致台湾的老百姓 说CT也比别人贵 而且比别人难 等待比别人久 尤其你得了干预 能到废线还到了 最后要到了CT 医生才知道她要切割多少 结果你连她已经确诊了 S官派出了 还要切割多少 都还要等好几个月 你知道她第3期到第4期到末期到末期到死掉吗 所以请第二条法案给她 好 就是说 政治人物这个事 第一个是台湾 那这个跟你们 某个程度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但这是台湾的悲哀 而且好可笑 是部分政党 所以我请各位同学 我拜托你们 我拜托你们这个世代的人 你们不要再管政党了 我真的拜托你们 拜托你们了解 这是一个泰满之道 一个浮沉之道 医生医生 你同意吗 我跟那 然后我要讲第二点 政治人物怕什么 第二点 他不泰满 但是也是泰满 他爱权利 他怕不受歡迎 那為什麼怕不受歡迎呢 一個原因是公民程度 另外一個原因是 的確 我現在如果 像剛才葉醫師所說的 很多東西我要改 可能第一個想派到的是窮人 他是從柴油車 他騎摩托車 那這個情況裡頭 哪些是解決的方案 那你叫農民 我們傳統農民 他就是這樣 在某個季節先種油菜花 然後油菜花就翻起來肥田 然後最後秋收的時候就是燒 把整個生下來的稻草當成肥料 這就是傳統的農法 所以為什麼剛才拜農長說 沒有人敢開單 你找農民來給你抗爭 因為你在跟傳統習俗抗爭 那政治人物怕不受歡迎 他沒有想到他一個人 應該一個人坐下來跟大家談 然後跟他們說 跟空氣污染並沒有生理的關係 同時我政府怎麼協助 這些高污染地區 其實像510其實是農田最多的 彰化也是農田很多 可是都是最高不染的地方 我如何協助你們 政府可以補助 我們政府怎麼裝假藥也在補助 怎麼這個東西可以補助呢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坐下來跟他們談 然後花很長的時間 最後去說服他們 所以我要問我們在座的亞洲大學的同學 你可能騎摩托車 如果我告訴你說 政府給你很大的補貼 你換成電動摩托車 可以減少人 然後你很可能 你的電動摩托車 沒有以前的摩托車 看起來那麼快 很可能你的電動摩托車 沒有以前摩托車 呼很大聲讓你在女朋友的時候 覺得很帥 可是可以減少空氣污染 你們會願意的人請舉手好嗎 其實還是會願意嘛 對不對 所以溝通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政治人物常常不肯溝通 他就心裡想 我做這個事情就會罵死 這個也不敢 那個也不敢 又看到法國的總統馬克宏 宣布燃料稅上漲 就被說他是為了跟婦人考慮 事實上他的燃料稅上漲 就是要逼大家換掉柴油車 可是偏偏用柴油車的 都是法國比較窮的基層民眾 那他可能少了一個配套 這個配套就是說 當你換車的時候 你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是為了整個國家的污染而去換車 這個錢是要補助的 OK 所以他一定要把這個部分變成 你清潔空氣法裡頭 同時把屏差距離體放進來 然後同時執行 結果這個黃衛星一鬧 而且黃衛星的鬧法 是沒有目標的 亂罵一通的 所以最後污染空氣還在 還把凱旋門給破壞 但是也不知道是鬧什麼東西 然後也不見得可以解決 跟創造任何問題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說 你願意嗎 好 我再問大家第三個問題 大家現在都因為空氣的關係 都比較支持 綠能發展嘛 對不對 風力發電跟太陽能發電 是不是這樣 戰場能是不是比較多 對不對 因為大家覺得核能有風險 然後煤炭的火力發電廠 雖然是穩定的發電 可是它就是空氣的主要來源之一 而且在台中可能是戰罪大宗 所以你們是不是不要再承綠能 再承人情舉手好不好 再承綠能就是說 希望用綠能來解決空氣的人情舉手 那我要講第二個 champing code 問題 曾經我們把黃衛變成低碳島 甚至叫老百姓自己參與投資 投入當地的人 你的農鐵嘛 你的農鐵你也出資了 所以你也是股東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 風力發電公司跟他們一起成立 台電花了十五億 請注意不是十五萬 也不是日元 是台幣的錢 十五億 拉了一條還得跌來一些 拉 要賞賣 倒於零 縣長蘇財 帶一種抗爭 抗爭什麼 抗爭什麼 因為你把現在章法 如果要太陽很發電 如果我們說台中這裡有很好的風場 新竹有很好的風場 張號有很好的風場 你這些發了電 要集合起來 你就需要一個叫做集電站 對不對 這集電站一定是高壓電嘛 那附近的居民就抗爭 那我們還會有綠能嗎 那政治人物 一方面贊成綠能 一方面反對高壓政設在我家 然後就把那附近的民眾抗爭 然後結果很可憐的澎湖這些民眾 自己拿出來投資了 就失本不歸 然後他們多發出來的電 也就沒有了 那蘇之芬本身 當他抗爭這件事情的時刻 他有沒有去思考過 他是基於台灣的能源政策 空污政策 還是他反對綠能 還是他就是想要 他好不好 所以我們政治人物 太想受人民歡迎 而人民太不知道他們在參與什麼 還有老百姓太自私 每個人都電塔不要在我隔壁 集電站不要在我隔壁 所以現在彰化在發展太陽能 或者是鋒閉發電 那很多專家有的人反對有的人 說錢多少錢 我就說對不起 我不討論自由化你 因為這是我的外交 可是我有一個內行的事 我內行是就是說 你把集電站先給我蓋起來 也許你同意嗎 要不然你發航電了 你根本擠不起來啊 你把集電站先給我蓋好 你蓋好了集電站 你這個浮沉之島 貪婪之島 胡鬧之島 自私之島 才有資格給我發展 綠色發電 因為我們連太陽能要發展起來 風力要發展起來 你也需要一個集電站啊 你什麼都反對 什麼都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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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要上秀 這樣的國家 它不值得任何 不值得任何的往前走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裡頭啊 太多說謊的人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然後太多貪圖利益的人 太多沒有擔當的政治人物 也太多想要從民眾裡頭 騙取他們選票的人 然後太多用其他的政黨的意識 讓老百姓忘記 他其實 比如說我是親民黨的 比如我是親民黨的 那這樣我是親民黨 這個一定是好的 親民黨那個人就是好的 那因為是這個政治符號 我就可以在下面做很多 根本不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拜託你們 年輕一代 不要跟老一代那些人亂七八糟 學什麼政黨意識那麼強 要有社會的公平意識 我剛剛真的是 我去開刀的時候 聽到醫生跟我講 我以前不知道說 蛤 台灣限制人家買CT 限制人家這樣子 搞到呢 得到癌症的人 還要排隊三到四個月 然後一直拖一直拖 因為他連開刀都要做CT 那這種事你怎麼會做得出來呢 那醫師公會去拉比這個事情 你醫生到底是來救人 還是來殺人 那你立法委員 只因為拿醫師公會這些錢 你是老百姓選出來的 還是這些錢選出來的 你為服務就怕得罪這些人 你就部長就做三個月 不要做就好了 你到底是稀罕什麼東西 我現在很不了解了 其實我自己以前從政過 你們知道立法委員的薪水是多少錢嗎 立法委員不貪污一個月 可只有六萬塊 我再告訴你們 我當過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不貪污的話 不貪污只有六萬塊錢台幣 因為我們總共拿六十萬 三十萬依法 除非你假裝冒零助理費用 你三十萬一定要發出去給個人 所以三十萬不是你的 但是你要交二十四萬的所得稅 所以六十萬百分之四十 總共剩下三十六萬 所以我只有六萬塊錢的薪水 那我是不收政治獻金的 所以我第一年大陸也賠了一百萬 第二年賠了八十萬 第三年賠了七十萬 這種工作怎麼會有人一選再選呢 還有人搶成一團 還要發黑函 還罵得不得了 人家家裡有喪事一大早就要去辦在殯儀館 晚上有婚事就要去拜託了要命 我說奇怪 這個工作部有人要批評到這個程度 他到底要什麼 所以我很簡單地告訴你 從政如果沒有對這個社會強烈的奉獻感 而且非我不可 絕不可以退下來 就可能八成有問題 因為根本沒有錢可以賺 你當部長多少錢 當部長如果你很有能力的人 他扣除他的薪水 他也扣除他的所得稅 他只有十一二萬 那其實十一二萬 在以他們的地位 他們在外面的工作是很低的薪水 那當台北市市長 一個月薪水也才十五萬 扣除他的所得稅也才十萬多塊錢 選稱的樣子搶成這樣 我就覺得這些人根本就 如果你很有奉獻感的人 是不會跟人家搶的了 所以我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我完全看到我在這個社會裡頭 制度上投的方面 就是立委興趣很少 然後這麼多人全部都在搶 你就知道說這個社會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的民主政體會垮掉 然後那麼多人那麼怕不受歡迎 就是因為他太需要選舉 因為選舉可以收太多政治現金 然後你當選可以收太多錢 所以我剛才說我們都聽完了這些事情 他們不是討厭我嗎 他們是五點鐘下課 有別的課程 我最後做一個節目 然後請各位兩位來賓幫我說 我剛講到後來是有點很不高興 就是說 我像各位同學裡面建立一個觀念 建立一個觀念就是說 不要人與以為 而且很多政策也要做深入的思考 另外呢 如果政府是有整套的政策 當你在講空這個問題的時候 希望每一個人從自己身上做起 那正是由他做到那個位置 他做到那個位置 他很自私 你也很自私 全國都是自私之道 這個問題就沒有大聲啊 就很可憐 像異議士這樣的人 可能從年輕黑頭髮 抗爭到白頭髮 抗爭到一個年齡 他總覺得累了 對吧 你累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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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聽我講 你累了沒 你累了沒 你累了沒很沮喪 是 沮喪 我們才 外星政治那麼久 我們才立委心 所以可能有 所以 你有沒有覺得那些人 一直競選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對 沒有 所以 所以我就告訴各位啊 就是 一直在競選的人 我不是說肯定的問題 他還不是為了使命 他罵錯的問題 就對了 好 這樣我們請兩位歸賓 做一個結論 謝謝 今天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來 我想你剛剛講的半天 我其實為了這個事情 就是你講的20個病床 對不起 我有上網去查一查 你們兩個要不要猜一下 買一個CD scan 那個 大概多少錢 你們兩個就知道 我用有 我想算 一夜給 這樣 比這個低很多 如果買舊的話 那個 那個 年一百萬美金 新的研究百萬美金 所以你想說 但當然他需要一個房間 需要什麼東西 但其實沒那麼貴 政府或者要照顧人民 其實沒有影響那麼貴 譬如說在農場 譬如說您或是誰 你覺得便宜地區 像賴國賴港 像池上 像埔里 你很關心他們 那個地方 尤其是草州埔里 他們根本就是最大的污染 覺得根本沒有道理的 那你覺得那個地方沒有CD 你要幫助他們那些人 你違法 你買的以後叫違法 我告訴我 我現在如果還在管醫院 我就給他買一台 叫他來抓我 然後我就突顯一提 怎麼樣 我就想當你滿百姓的 另外我聽你剛剛講的 很多政客的問題 我其實平常就有考慮到 我們的政治 跟政治是眾人的事 是每個人都要呼吸的眾人 所以政治體系跟我們的空氣 空污也有點類似 空污來講 台灣的空污分成三種 一種是境外來的 另外一種就是固定 另外一個就是移動 對 照我來講 我們政治也有境外來的factor 你剛剛講的這些政客 對我來講就是固定污染源 OK 然後我們的社會上 有一些網民啊 大家有一些民粹啊 這種東西就是 那個移動污染源 無論這個 那個移動污染源 做 做久了 變得很有名了 變得網紅了 他就有機會變成 那個固定污染 我們整個循環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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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昨天晚上 有台大學生 也有一個高中生 有很多太平大學生 我們在那裡開 524全球會有一個 氣候行動 這全球的 不是只有小孩子 台灣可能我們也會有一些行動 我真的要跟大家報告 台大再三一五 我站出來 紀南大學也有站出來 他們派1.5度星 東南大學也有站出來 張宗張明也有站出來 然後基隆二新的孩子也有出來 所以我說 今天 我們要把我們的未來 交往這代有權利的人 我想像是沒有希望的 所以在空巫世代 要拜託大家 一定 只有自己才是 能掌握自己的未來 剛才跟你們說 我們這一代 把你的未來都拿掉去了 所以 524 如果我來台北有辦活動 如果兩下活動 大家可以到冠軍董 不好意思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